来十亿丝不挂,去十亿捋青烟 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每次去火葬场送完故人 出来都有一种淡然的思绪 我常笑着说,人 每次从火葬场出来就会明白一段时间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又糊涂了 据说一个很著名的实业家 每隔一段时间 他会带着妻儿去火葬场看看 有人不解 问其原因 实业家说 只要到了火葬场 你浮躁的心就会很快安静下来 把名利和财富都会看得很淡 才能做到置身于喧嚣浮华的世界 却始终坚守心灵的一方净土 宠辱不惊 独善其身 才能做到面对种种诱惑而心如平静 名神专注 心无旁骛 火葬场 人生最后的一战 在这里 不管你是位高权重 声名显赫的达官贵族 还是腰缠万贯 一只千金的富翁大款 或是默默无闻 一贫如洗的平民百姓 甚至是声名狼藉 人人痛恨的千古罪人 最后都要来到这里 以同样的姿势 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然后被推进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炉堂 再次出来的时候 只是一个被红布包着的小小方和 来时一丝不挂 去时一缕清烟 其实人生就这么简单 什么荣华富贵 在这里都恍若烟尘 不过一瞬 什么恩爱情仇 在这里都灰飞烟灭 一笔勾销 朋友啊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 无与横流的世界里 我们的身边总是充满了诱惑 权力 地位 金钱 美色 一不小心 就会在我们心里激起波澜 原来沉澈 纯净 安宁的内心 就会变得喧哗 浮躁和功力 当你觉得现实和理想有差距的时候 当你觉得委屈伤心 无人理解的时候 当你为了恩怨情仇耿耿于怀的时候 当你为了利益的诗斤斤计较的时候 当你面对全是垂眉折腰的时候 当你为了地位高低勾心斗角的时候 你不妨去火葬场走走 面对一小堆带着火星的灰炭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 看不开的呢 人生苦短 人生无常 放下和看不开是消极对待生活 相反 我们要善待每一天 珍惜每一天 过好每一天 把每一天都当成一辈子过 不用花时间去忧愁 去焦虑 去叹息 而是抓紧时间 享受生命 享受健康 享受快乐 享受幸福 好好珍惜爱你和你爱的人 因为 下辈子不会再遇到 不건 öglich 阿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